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斗士训练的锦标赛活动 那么这一次活动呢 由于增加了一个组内排名第一 有英雄奖励这么一个活动奖品 所以这次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我相信很多活跃账号 他的第一名遇到的都是 莱桑德拉这个传说英雄 那么这个英雄在竞技场里 是被誉为竞技场一姐的一个英雄 尽管在冰锤出来以后 他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过他技能本身的一个技能的效果 是无法替代的暂时 所以这个锦标赛的 这个斗士训练活动 真的是可能会被挤破头 大家都在抢 那么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你想获得这么一个莱桑德拉 究竟需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以及根据你不同组内的情况 来进行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 好了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视频吧 首先我做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关于在斗士训练锦标赛里 你升级不同星级的一个狗粮能够获得的积分 我会把我的这个计算过程放在这个屏幕上方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这样为了节约时间 我先说我的几个点 第一点我的这个表格是基于你是从二星狗粮练起的 也就是说你戴狗粮 戴的最少是二星的一个狗粮 那么一星的狗粮 我选择的是通过啤酒 来加上自己三个一星狗粮来吃满 然后再配合一个一星狗粮升到二星一级 作为二星狗粮升三星的一个材料 戴二星狗粮和戴三星狗粮 是我们这个斗士锦标赛 我觉得的一个核心获得积分的一个途径 那么我们需要依靠这些三星二星英雄 戴满级 然后通过升级 升他的一个星级来达到一个获得积分的效果 那么我这个表格同时是基于在开突袭卡的情况下 所获得的一个奖励 同时我建议玩家如果要参加这一次都是训练锦标赛 你一定要开突袭卡 要不是你在经验上实在是太吃亏了 所以我基本是不考虑没有突袭卡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某些特殊条件你实在买不到突袭卡的伙伴呢 也没有办法 你如果想参加的话只能硬着头皮 但你付出的代价可能就不止多20%的一个体力了 同时花更多的时间 那么在有突袭卡的情况下 每三只五星 然后升到25级作为一组来计算体力的话 需要2804点体力 这样能获得5511分 这样是我们把三只英雄升到五星作为狗粮 同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五星一级 因为把一个五星一级升到五星25级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80点体力 也就是带8次 那么这样的话能够获得150分 比较接近于一个边际的收益 一点体力获得2分这样一个数据 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 是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比较推荐大家把五星一级的狗粮升到25级 然后再给五星满级的吃升六星 这样的话能获得更多的积分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2804点体力是5511分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 如果需要达到5万分的话 我们需要28000点体力 如果我们需要达到更多的分数的话 体力会成倍的增加 那么这个情况是考虑到狗粮不受到限制的一个前提下 假设你的狗粮 比如说你的一个绿碎不够 以及你三星的一个稀有英雄不够的话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你中间会有狗粮的断缺 特别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绿碎数量在200个以下 比如像我现在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很谨慎的对待这个带狗粮了 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出现狗粮的一个断缺 当然对于绿碎特别多的人来说 可能不用担心这一个限制的因素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点 限制大家都是训练锦标赛 能够获得很高积分的一个因素 那么第二点因素就是体力了 如果你是一个白票玩家 你需要拿到两万五千分 同时获得这一本红书传说技能书的话 你需要的话就是升五次 也就做五组左右 这样的三只五星二十五级的英雄 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 你需要的就是两千八百零四体力乘以五 那么这样的话 你最终消耗的体力大概是一万四的体力左右 如果配合上每天回复的体力 以及任务获得的一些体力 你可能最终需要付出的钻石并不是很多 这样我推荐 如果只想拿书的话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每天记得要把自己的体力都用完 同时适当的买两三管体力 这样的话到最后看具体欠缺多少 不需要花太多的一个钻石就能获得这本传说书 同时我还要提醒大家 第三个限制大家有可能竞争不到 这个斗士训练锦标赛的因素 就是你带狗粮的速度 那么首先我们如果能够达到八秒带狗粮的话 当然是最好最好的了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受到时间 以及带狗粮速度的影响 会影响你最终获得积分 但假如你是30秒甚至是50秒 或者一分钟以上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每一天要花大量的时间 投入在带狗粮里边 这样你才有可能跟那些带八秒的人竞争 因为如果你的组里有一个带八秒的人 他每天打的时间又非常多的话 你可能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所以带狗粮的速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三点因素的话会影响大家最后的一个 获取积分的速度以及最终的量 我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 要不要参加这一次的斗士训练锦标赛 那么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这一次如果你想获得莱桑德拉争取组内第一的话 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以我这一组为例 我这一组的第一名现在的分数是26,154分 通过和群里一些别的小伙伴进行比较的话 我这个分数还算是中等偏上的这么一个分数了 虽然不是非常的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全球排行榜 第一名已经到了6万分 我们可以看我的这个组里 这个26,000 它目前是处在大概一个70多名 77名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它是一个中等偏上比较靠近顶级的这么一个数量了 那么这个分数的话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分数 因为26,000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非常的大 当然对于能8秒带狗粮的人来说 这一个26,000分应该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钻石 那么比如说我这一组 如果这个第一名 它在明天或者后天能够迅速的达到5万 甚至是6万分的话 这一组锦标赛我就考虑不参加了 因为目前如果它每天都能刷2万分左右的话 我应该是追不上它的 同理你在你的组里你可以观看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不是从早到晚都在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只是通过晚上的一些休息时间 还有平常的一些间隙的一些零碎时间来玩的话 你可能一天带狗粮的获得的分数 极限大概是在1万2左右 那么这个分数量呢 如果你带10天就是12万 那么如果你的组里有一个每天都以2万增加的人 或者他有这个能力每天达2万分的人的话 那说明就算你能超他一点 也许在最后一天或两天你会被他反抄回来 这样会浪费很多资源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需要提醒小伙伴注意的是 你组内的这些人的情况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 每次官方推出的这个烤鸡礼包 你买来之后先存着 不要先吃 同时你升到五星25级的所有的五星的狗粮 也先别给五星英雄上6 这样的话你会储存在仓库里非常多的一个五星的一个狗粮 这样在最后一天或最后两天的时候 你再看情况进行集中的上 或者在训练锦标赛结束的最后一刻前 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狗粮计算好分数 把它一下子全上上去 这样你分数会达到一个暴涨的效果 特别是在你和第二名或第三名 你们之间有两三个人比较分数胶着的情况下 这个是在最后时刻必须要使用的一个战术 就是你前期千万不要把五星狗粮吃了 如果你的仓库足够的丰富的话 甚至可以留一些四星的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 我建议大家先尽量的要把五星的都升到五星一级 然后带到25级 这样的话能让你尽可能多的获得积分 那么第三点就是 假如说你的组里的竞争不是很激烈的话 我也强烈推荐你 就是在一开始的前四五天 你尽量把分差拉大 拉大到一个足以保证你能够获得最后奖励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们组第二名只有一万分 那么如果你能自己首先先到五万分左右的话 那么他就算每天能拿两万分 你每天只能拿一万五左右 那么你也是能够在最后能够超过他稳稳的压制住他的 特别是在五六天之后 如果你和第二名的差距还在五万分左右 甚至四万这样的数量的话 你是基本上能够稳稳的能拿下了 接下来我自己算一下对这个都是训练锦标赛我的一个预估 在比较正常的组 首先我们不考虑那些有特别特别干的一些朋友的足力 也不考虑那些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人玩的足力 我们考虑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组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对这个分数的预估大概是在十二万分左右 因为之前我会考虑到我也和小伙伴们讨论可能会有十五万分 但最后我觉得也许在一些比较正常的足力 很多人会选择理智的去放弃 所以十二万分左右是一个比较稳妥也比较合理的一个分数 能够获得最后的莱桑德拉 我们算一下十二万分需要多少体力 我们以我计算的每两千八百零四体力 获得五千五百一十一分来为例 我们计算一下十二万分除以五千五百一十一分 那么他需要的是二十一次这样的组内的带狗粮 也就是二十一点七 我们可以算二十二次 二十二次乘以两千八百零四点体力 是一共要六万一千六百八十八点体力的 那么这个体力除以每一贯体力的一百三十点体力的话 你一共是需要四百七十四点五贯体力 也就每一贯体力的话是需要四十钻石的 你一共需要一万八千九百八十点钻石 那么这个钻石数量对于很多普通玩家来说是非常多的 但对于很多大佬玩家来说 这个钻石数量真的不算什么 是一个非常少的数量了 所以我觉得在正常的组里 十二万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数值 那么对于很多有志于拿这个莱桑德拉的小伙伴呢 你需要注意你的钻石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数量 也就这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来算一笔账 也许很多小伙伴说莱桑德拉你可以在抽卡里就能获得 但是我们来算一下 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个钻石 这么多钻石他究竟能够抽多少次的一个蓝碎 因为每九百钻是有十一个蓝碎 我们除以九百钻 那么他能买二十一次也就乘以十一 就一共是二百三十一个蓝碎 那么这个二百三十一个蓝碎正常情况下是能 没有双倍的话能够出两只左右的一个传说英雄了 但是如果有双倍的话很有可能四只甚至五只更多的还有可能会更多的一个英雄 那么这个实在是计算下来的话 也许很多人说我为何不拿相应的钻石去抽卡 这样我能体验抽卡的一个比较爽快的感觉 也没有这一次干的这么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就对于我现在的账号来说 我觉得获得一个莱桑德拉对我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宁愿会有可能哈 我不一定会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我目前是比较想参加的 我也有可能会花这样一个钻石去参加这么一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两百多抽 我不一定会能把莱桑德拉抽出来 如果抽的全是一些不太主流的一些比较冷门限定场合 使用的一些传说英雄的话 我也可能会比较的亏 同时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也能为我的阵营战打下一个基础 我会相应的选择一些英雄来升级到六星 这样会丰富我的阵营战 这样我也有更多的概率 能把阵营战推出更深的一个层次来 同时也能获得更多阵营战的一个奖励 好了这就这一期视频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一次的一个都是训练锦标赛的一个看法 以及我对这一次的一个分数的预估 同时给大家一些小的建议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帮助 好了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同时我再放上一次我的二维码 因为前两个视频我都没有放 如果需要加群的小伙伴呢 可以扫描二维码 然后添加群里 大家一起来聊这个游戏 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